黑神话 悟空 主角是否为印度教的侯神阿姆满 孙悟空 是在小说《西游记》当中唐僧的伏特徒弟之一 排行第一 也名村行者 孙悟 自封美狗王 起天大圣 因曾在天庭掌管御马尖而又被称为毕马温 在取经完成后被如来佛祖寿封为斗战圣佛 哈努曼史诗《罗摩也纳》中的侯神 拥有五张脸和十之手或四张脸和八之手 与罗刹恶魔罗波纳大战解救阿约提亚国王子罗摩之妻西多 哈努曼 哈努曼 相传是由封神贝鲁和母头所生 有四张脸八之手 亦出身极力大无穷 可以随意变换身形与长相 他受交于太阳神孙悦 也是罗摩神的拥护者 他还有一条非常长的尾巴 可以飞行 梵文是Ramayana 意思是罗摩也纳传 罗摩是印度古代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罗摩也纳传第四篇 狗国篇 主要讲罗摩与狗王结盟的故事 罗摩与罗什曼纳来到斑波湖 浪漫的春光斗引起罗摩斯妻之情 他们兄弟俩在这里碰到神狗哈努曼 哈努曼 并在哈努曼力圈之下同猴王须杰里和斯克里巴结盟 互相约定罗摩祝猴王杀死其兄波林鲍雷奪回王位 猴王则帮助罗摩寻找妻子 正在此时 波林来同猴王搏斗 罗摩隐身术后 用案件射死波林 接着就给猴王举行灌顶 加勉 礼 但猴王复国以后 成勉于酒色之中 罗什曼纳骂上门来 他才幡然警务 立即派出猴兵猴江 到大地各处搜寻西多宗基 哈努曼被派往南方 他在途中遇到金翅鸟王的弟弟森婆迪 森婆迪告诉他亲眼看到罗波纳把西多杰往棱加城 罗摩于是绿猴兵来到海边 他派哈努曼过海去侦察 哈努曼一跃过海 第五篇 美妙篇 哈努曼跳破大海以后 来到棱加城Lanka 他变成一只猫 潜入城内 到处探视 最后来到王宫的御花园 发现了被魔王囚禁的西多 并亲眼看到西多间真不屈 抗拒魔王引诱的情景 他曾看守西多的罗刹女离开的时机走到他跟前 把罗摩的表迹交给他 为了想试一试魔王的威力 他大闹棱加城 最后他被魔王擒住 尾巴被系上了燃烧着的东西 他伺机逃脱 所到之处 烈焰随之 火烧了棱加城 然后纵身跳过大海 向罗摩覆灭 第六篇 战斗篇 是全书最长的一篇 描绘罗摩绿猴兵与魔兵搏斗的情景 听说罗摩率领猴子大军来到大海对岸 魔王罗波纳就召开军事会以右的情景 他避敌为提沙纳主将交出西多 罗摩摩 魔王大怒 把他赶走 他破海峡奔罗摩 罗摩的海神支柱 派纳罗跨海造桥 他被魔王倾注 都是大军路牌 把人家成团团围住 他接着就展开了一场灭灭的活动 魔王兄弟都受了重伤 身后阿姆曼凤派到北方神山及罗摩山去采集仙草 被强魔兄弟治伤了 但是仙草却都隐藏了起来 阿姆曼于是把整座齐罗摩山都在手中 来到两军阵前 用仙草治愈了罗摩兄弟的伤 又把神山拖回原处 罗摩和好 最后罗摩那和其的儿子都阵亡了 罗摩欲为皮沙纳为人家网 罗摩的海神支柱 妥妥自尼罗 夫妻还原 此时十四年由放弃了 罗摩得胜回国 第七篇 后篇 约略都已分为两大部分 疑似追溯罗刹的来源和罗摩那与哈姆曼的溺水 美化神头 二是蒋罗摩与希多的第二次离河 在这里 罗摩从一个被破坏的受难者一遍而为封建专制暴军 他怀疑希多不争 运罗石曼那将怀孕的希多以戚于眼灵中 也先人收养了他 他生了两个儿子 一遍写成 罗摩也纳 叫二子联唱 后来到了罗摩朝秦上 远近妇任子 也把希多里来证明了他的针操 罗摩人不相信 希多夫就已分为两大部分 大师开裂了他一遍而入 罗摩与哈姆曼最后是全家在天堂圣剧 二是蒋罗摩与希多的第二次离河 在这里 罗摩从一个被破坏的受难者一遍而为封建专制暴军